我大夫的滚饱用人了 用人来玩 护理师累到昏厥 结果旁边排队的民众心急开骂 生怕耽误看诊进度 天津大学儿童医院内科医生仅仅447人 却要应付每天高达1.3万人次的看诊人数 北京部分医院已经加开晚间门诊 但仍然不足以应付大批病人 潮人区这间知名医科医院 不论后诊大厅还是取入部门 全日都人山人海 近期中国大陆呼吸道疾病大爆发 包括梅江菌、流感、腺病毒同时肆虐 北京一家儿童医院急诊 甚至挂到2000多号 被等24小时体量看到医生 看完医生之后 病人要即场掉盐水 但专用房已经人满为患 医护忙得不可开交 家长干脆自备折叠 就地在大厅和走廊替小孩吊点滴 大陆这波寒潮来势汹汹 中央气象台警告 这波寒潮已进入最剧烈的时间点 北方多地气温断崖式下滑 11月份以来 东北地区已经经历了三次较强的降雪过程了 那其中像黑龙江的中东部地区呢 就是这几次降雪过程重合度非常高的一个区域 大陆这波寒潮暴雪大风三玉景齐发 低温不利对抗呼吸道病毒 挑战各地医院负荷能量 TVBS新闻张家宝 带元丽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